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次见到1995年在台湾的一个很盛大的研讨会 有个正常老师搞的 我才知道香港美术教育协会原来有一班老师 于是回来香港就入了会 做了执位 是 其实说回1992年我入了会后 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教书这么久 都好像虚虚的 是不是应该是时候读回书呢 所以我1994年就开始决心 就迟了一份工去读书 读美术教育 回到1995年底了 我回来的时候的人数居然有七百多人 有没有想到一年内增长成倍呢 这个速度挺令我开心的 其实期间呢 我居然接了会长的职位 就飘洋过海了 那我说 那我怎样可以隔着海来遥控会 行不行呢 当时其实有几位的职位很鼓励我 其中一个是黎潭水清 龙藤萧 吴香森 周建华 他说你只要你接手做会长 我们就做你背后的力量 之后我们回来 又很幸运遇到艺术发展局的成立 我们就尝试申请一些钱去赞助 讨论我们美术教育学校的问题 所以三个论坛之后 我们又劫集了一班老师 又多位会员 认识会的定向更加清晰 上去做下做下又几乎素兰很有心 就说一起做了 他也是读书 大家也很关心美术教育 所以那个场合 我们就不单只是认识 而且大家都找到一个共同的理想 都希望在香港 美术界里面都做些事情 是因为我刚刚是开拓了 于是要做研究 刚刚又搞了三个论坛 香港師拿到藝術發展局最初的三個論壇 我正在看很多文獻 然後知道原來香港小學老師是沒有培訓的 這樣也可以 於是因為一直在讀書看書 所以就寫了很多文章 為什麼要做社會呢 因為不知道前線老師需要什麼 不知道課改貼不貼合他們 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一不知道就做一個問卷 一不知道又做一個問卷 又或者做一些論壇 我也覺得在香港師學到很多東西 他們需要我便去做 發覺原來都是可以影響到前線的